5月6日,上海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会上针对民众对生活物资保障的需求日趋多样的问题 上海市商务委主任顾军表示 上海已印发了有关加快商贸企业复工复食的通知 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生活物资保障 有序推进商贸企业复工复食 尽快恢复商业体系活力 满足不同区域各类人群的生活物资需求 顾军表示,随着疫情防控社会面基本清零工作持续推进 将有更多防范区居民有限有序地走出小区购物 目前,各区正在安排相关网点线下开业计划 推动符合条件的超市卖场有序恢复营业 截止到5月5日 全市12家重点连锁超市卖场的1626个门店当中 有1193家门店恢复营业 其中220家门店恢复了线下营业 相关超市卖场的网点继续推行线上 节定节送和线下到点消费的双线服务模式 既为防范区的居民提供到点服务 也为风控区管控区的居民提供线上 即定即送的服务 顾军透露 为进一步做好本市防范区分类管控措施下的 生活物资保障工作 以印发关于做好本市防范区商业网点线下 开业的工作提示 明确各区在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有序推进防范区基本生活的必备业态应该尽开 此外 针对保供物资食品安全的问题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陶爱林表示 近期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会同商务等部门 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加强保供食品安全检查 从严从快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从4月23号以来 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查验保供物资食品 971次 抽查物资10234件 立案查处违法行为27起 其中一起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不断地加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发泄一起 处罚一起 坚持零容忍 此外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5月1日以来 全市医疗机构在不放松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逐步恢复日常医疗服务 全市门急诊总量达到113.9万人次 日均诊疗量较4月初增加了5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